很多人都說放下放下 我也想放下 可是就是放不下來 這個可能要過一段時間 那我自己 多努力一下 因為有時候想想 真的要放下不簡單 因為我這個女人 實在受了太多的苦 經過 這個一個一個多月了 當然心情 該放下的也放下 但是 我老婆雅萍 她到目前為止還是 還是放不下來 其實應該 現在正在選舉 那很多 場合我都必須要去 我可能 到 到這個月底就會開始 參加這個選舉的活動 但是當然這個心情 很多人都說放下放下 我也想放下 可是就是放不下來 這個可能要過一段時間 那我自己 多努力一下 因為有時候想想 真的要放下不簡單 因為我這個女人 是在受了太多的苦 但是也好 不必再受苦了 謝謝各位的關係 謝謝 我其實 我其實還好 最近有說我 去了醫院 好多次 其實都是回診 去拿藥 身體 還好 還好 沒有 外界講的 這麼嚴重 當然小中風是有 是真的小中風 但是很奇怪 是真的中風 是從這個頸動脈 這裡整個曬住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 就大概經過了四個鐘頭 然後就 自動又好了 這醫生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 去看 看診的時候 叫我一定要住院 住一個禮拜 去檢查到底是什麼原因 結果 他講 因為這個頸動脈 是很嚴重的 一般 這裡如果塞住的話 是影響到腦部的 三分之二 一定倒的 這奇怪 你為什麼沒有倒 後來他研究出來 但是 從雖然 自己 頸動脈 塞住 他從旁邊的 這邊小血管 然後 就 血液 就這樣通過 他 比喻說 譬如在 高速公路 塞車 然後 他 就 從交流道下去 走這個小路 就跑上去了 他說你太好運氣了 所以 叫我最近 這幾個月 盡量不要參加 這個活動 太擊退的這種活動 但是沒有辦法 還是 因為 再三種我是 我是 我是主任委員 我是競選 這個林佳龍的這個 主任委員 所以我必須 還是要參加 但是我會盡量 減少 還是聽 醫生的 這個祖父 啊 目前為止 身體還好 請各位放心 謝謝 謝謝